我們靜佳區一號的候選人,我好爺 溫水煮蛙的年代已經開始了 我們見到那些帶著靜止的滲透 在我們的社區出現 當我們見到在西區這裏 所謂的民進前問題的中西區發展動力 我們見到最後的顧問 的榮譽顧問 竟然是中聯辦的官員 我們清楚地見到 最後 王主華的年代已經開始了 呼籲各位在今天積極出來投票 支持我一號王浩宇 一個立場鮮明的民主派 支持我的是李柱銘先生 何秀蘭議員 李若薇議員 張超雄先生 我們需要大家去支持 今天 建制派開始喊告急了 講緊 我們將有勝算可能 所以我在呼籲各位民主派的選民 必定要喊多些街坊出來投票 我們不可以鬆懈 一票都不能少 一票不能少 一票不能少 全投黃浩宇 全投黃浩宇 一票不能少 全投黃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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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籲各位民主派的民主一定要的極出來投票 除了你自己一票 呼憑滿有 全數投票給我 支持我一號王浩賢 讓我進入議會 讓我們踢走建制派 李子恆 一個二號的候選人 他作為中西區發展動力的執行委員 他必須向選民解釋 為何他們的顧問是一位中聯辦的官員 這一個是必須要向選民回應 一個說單純關注民生問題的一個組織 為何他的顧問是中聯辦的官員 我們認為二號的候選人是必須要去公認 你說再多有其他的地區團體參與都是侮辱 你作為一個民生的團體 為何你會有中聯辦作為你的榮譽顧問 這個是必須要向選民回應 呼籲各位 今天出來投票 踢走建制派